Yeshua 教授 主持人權 yourself 律師 這門課就是《大法官的視線跟人權保障》 最主要就是要跟大家討論 就是大法官是怎麼樣來審查一個法律 他有沒有因為侵犯人權而違憲 那麼憲法保障人民 有好多各種不同的基本權利 就是human right 那麼我們的國會 他制定的法律 他常常就是有意無意會侵犯到這個人權 那麼憲法保障人民有這些基本權 那麼就要有設計一套機制 來保護這些人權 不然的話這個憲法人權保障 就是屠多空言 那麼誰要來負責 來保障這個人權 以防這一個國會 去制定出一個侵犯到人權的一個法律 那出現 那麼這個事業各國就是會有一些制度的設計 那麼這種設計最主要就是靠司法 就是法院 那麼在台灣我們的一個設計 就是設計一個憲法法院 我們基本上不是 嚴格來講我們不稱為憲法法案 就是憲法法庭裡面的大法官 那麼由大法官他來這個審查 法律有沒有違憲 那麼大致上這個歐洲各國 歐陸特別是歐陸各國 也都設置這種憲法法院 由九位大法官 或者是甚至就是比較少數的 所以就像我們人數高達15位 這個大法官組成這個憲法法庭來負責審查 那麼另外一種可能就是美國 美國就是最高法院有九位大法官 那麼這個各位如果看報紙 有人發現說最近美國一位保守派的大法官去世 那麼引起很大的這個關注 那麼美國的這一個也是九位大法官 他們來負責這個審查 法律有沒有違憲 那今天在這裡先這些 這個power point會上網 這個應該是會在那個side bar 讓各位你們自己看 我們就不談太細的 那麼這一個是目前美國的九位大法官 那麼這一位就是最近去世的斯卡利亞 他們的保守派的建將 那麼這個是德國憲法法院的大法官 那麼他們總共有16個 不過他們分成兩庭 所以一庭是8個 所以他們是8個大法官來負責這個審查 那麼這是台灣的司法院 那麼這是台灣的司法院 在司法院裡面就是設這一個大法官 那我先簡單跟大家講一下 這一個憲法有規定 大法官有15個人 他是怎麼產生呢 就是由總統提名 經過立法院同意任命的 那麼大法官的任期是8年 那這個簡單講一下 這個在我國大法官有任期的 歐洲各國的憲法法院的大法官也都有任期 只是我們的大法官8年的任期可能短了一點 那麼歐洲各國大法官他們可能就是12年 但是美國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終身子 他們是終身子 所以有大法官就一直認知到可能得到他去世 或者是能知道他自己認為他已經身體不堪誤嚇而自己辭職 那麼這個是我們15位大法官 人數是相當的多 那以後我們會跟大家講 有人都批評說現在的大法官效率太低 一年才做成十幾號的解釋 甚至不到10號的解釋 那麼有各種不同的原因 那麼可能人數多是其中一個原因 那麼這是大法官的職權 那麼他的職權有這一些比較重要的 就是我們這一個學期要談的 就是解釋憲法 那麼他最主要就是要來討論看看 就是要來審查法律有沒有違憲 那麼這些細節我們會等以後有機會 再來跟大家談整個的視線的程序 那麼可能各位會覺得這個可能是比較無聊 所以我們不會在第一堂課就跟大家介紹 只是剛剛跟大家做一些大法官的一些最起碼的 最基本的一些介紹 那麼我在這裡只是簡單的跟大家講 15個大法官他是怎麼來審查法律有沒有違憲 那麼口頭跟他講也好 就是我們的法律的規定要三分之二的多數 才能夠通過一個解釋案 所以是15個大法官那麼一定要得到10票 那麼才能夠做成一個解釋 所以這個是跟很多國家不一樣 大部分國家憲法法院或最高法院都是二分之一 就可以通過一個判決 可是台灣我們有15個大法官 可是卻要三分之二多數才能夠通過 那這裡就是現在這裡講的 不管你要宣告法律核限違憲 都要三分之二的特別多數才能通過 所以這個實務上常常會出現很多 我們當時大家都稱為這個叫死案 dead case 這種dead case就是因為有很多法律 到底核限或違憲最不幸的就是常常會出現 萬一票數剛好是9比6 8比7 那麼這個就無解 因為你要宣告核限或違憲都一定要10票 至少要10票 所以萬一碰上這種9比6 8比7 那這個案件它就等於再重頭再重新排 所以就是常常會出現有一個 有時候有一些記事案你會發現 它總共那案子送進去人後倒出來 有時候曾經有一個案子歷經8年9年 那就是說那個案子常常就是因為 它第一次表決沒有辦法獲得上分之二 所以只好又重新排 那重新排又輪到它又拿不到3分之二 所以就只好就這樣一直排隊 那除非大法官改變了見解 或是因為大法官認起到了 然後有新血出現 然後新的大法官有不同的看法 那麼這時候才可能會改變 那麼我們把這個一些程序的事項 就先簡單的介紹到這裡 那麼我們在進入到個別的基本權以前 再來跟大家先做一些簡單的管理憲法內容 還有跟大法官解釋有關的一些問題 做一個最快速的一個介紹 憲法有一個特色 就是它的用詞非常抽象 非常概括 所以要適用憲法一定要解釋 那它為什麼我們說它很抽象很概括呢 像各位你們看這裡23條 像23條是說 人民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利 除為了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 維持社會秩序或 這裡有或寫錯 或增進公共利益 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制 什麼是所必要者外 這個必要太抽象了 太空泛了 那麼幾乎所有的大法官每一個案件 他要來審查法律到底有沒有違憲 其實最主要真的就是真 到底什麼是必要 要怎麼在每一個個案去審查說 這個法律它限制人權 到底有沒有超過必要的範圍 這必要就是我們這一個學期 跟大家介紹的每一個案例 其實就是在講每一個個別的案件 大法官是怎麼來說明 這個道理有沒有超出必要的範圍 或有沒有超出 那麼另外還有一個第七條 平等 我們憲法則是規定說 中華民國的人民無分男女 宗教 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那到底什麼是平等 平等其實就是公平 平等與否也就是非常的抽象 常常會跟一個人他的主觀的價值觀 或是他的意識形態相關 所以說這個憲法概念的抽象或概括 我們要怎麼來理解這個憲法內容 最後都可以說是大法官說得算 那麼我在這裡有用了一句英文 這個是美國二十世紀上半夜的一個首席大法官 Hugh 有一個修大法官 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 We are under a constitution but the constitution is what the judges say it is 所以這個大法官其實就是 可以說他就是憲法的法身 就像說二十三條所講的 到底什麼是必要 第七條這裡所講 到底什麼是平等 都是要靠大法官把他講出來 甚至各位要知道 我跟大家介紹這個 到底什麼是判決 這個判決 德文 各位有沒有學過德文 德文的那個裁判或法院的判決 叫做resht expression resht就是法 spression就是講 講話的講 所以說判決就是把法把它講出來 所以意思就是一樣 就是說這個法院的判決就是 把法的意涵把它講出來 這個就是相當於我們這裡所講的 我們在一部憲法之下 可是到底什麼是憲法 就是要靠大法官把他講出來 所以大法官說的算 他說什麼是憲法 那這個就是憲法 也因為這個憲法的概念那麼的抽象 什麼是憲法 什麼是必要 什麼是平等 所以大家都會問 那這樣的話大法官他憲什麼 為什麼他有那個能力來解釋憲法 是不是都是靠每一個大法官他自己 他的法學素養 法學素養大概就是會有一套法律解釋的方法 那這個你如果問很多大法官或問很多法律人 他都會說 當然每一個大法官他做成這種裁判 做成一個解釋 當然都是有一套憲法解釋的方法 可是另外也有人問說真的嗎 或者是不是有可能是大法官都是先有答案 也就是說一個爭議 他大概是說是不是大法官都自己先 根據他自己的意識形態說 這個是核限或這個是違憲 然後等到有這個結論之後 然後再來找理由 再把他的結論說出一套理由來自圓取說 所以這個一直是有爭議的 但是我只能跟大家講 法學法律要 我們法律系的要學那麼多年 當然就是希望說 讓一個法律解釋 有一套比較客觀的一個方法來再來詮釋 讓人民對於到底法律是什麼 到底法官怎麼來詮釋法律 可以預測 所以一定會有一套這一個法學的 這種法律解釋的方法 透過這種法律解釋方法來解釋 憲法也是一樣 不過我們不能夠否認 就是因為特別是憲法 他的概念是那麼的抽象 所以難免會跟大法官他個人的意識形態 價值觀會受到影響 那麼所以就這樣我來跟大家講 很多人都是說大法官 有的稱為說這是自由派的大法官 或保守派的大法官 那為什麼每一個國家的憲法法院 或最高法院的法官做成判決 都不是一個人 通常比如說這個剛剛說過 美國是9個人 我們是高達15個人 最主要就是透過人數多 來分散這一個大法官 他個人的意識形態 不要被一個人左右 所以大法官通常裡面 大概就是會有自由派 會有保守派 那麼自由派的 我不是說自由派就一定是很先進 或者是保守派就不好 如果保守派余律都不好的話 那怎麼會有保守派的大法官出現 那英國為什麼有保守黨 這個只是要跟大家澄清 就是一般是認為說 每一個人的意識形態 有的是比較傾向自由 是比較傾向保守 而不是說保守就絕對不好 就像說我跟大家都有一個爭議 就是像說同性可不可以結婚 這個就是很多國家的大法官 他必須要做決定 可能比較自由派的大法官 他說 why not 這是人權 可是你如果是比較保守的大法官 他可能就會說未必 所以這個就是說 一個大法官他的意識形態是趨向自由 或趨向保守 確實是有關係 那麼以美國為例子 美國他如果是共和黨的總統 那麼他提名的大法官 他當然會提名跟他的意識形態接近的 所以大致上是共和黨的總統 大致上會提名保守派的大法官 那如果是民主黨的總統 他大致上就會提名比較被認為是自由派的大法官 而美國大法官就是九個 然後他們要多數決 所以基本上就是看剛好那時候的大法官看到結構 自由派多的 那大概就是他們的裁判就會往比較自由派的一個結論的方向 那如果是保守派的比較多 那麼就是他最後的一個其實就比較保守 那剛剛說過就是最近去世的那個斯卡利亞大法官 他可以說就是保守派的一個建將 那麼他一定是認為同志不能夠結婚 那這個可能是最近美國他剛好九位大法官裡面 會不會認為剛好是四個是比較自由派 四個是比較保守派 那中間有一個大概是中間偏左或中間偏右 那可能就是都會有一個那個中間的那一個大法官 他會投下決定性的一票 那麼所以說大法官他的意識形態 的確會影響那個憲法的解釋 我舉幾個例子 我用美國跟台灣的為例子 我先舉第一個1954年美國的一個 Brown vs Board of Education 這個V在這裡就是Versus 就是對上 那麼中文大概就是訴 就是去告誰 那麼這個是Ball of Education 就是他們的教育委員會 那Brown就是這位的研告 那這看來其實就是很有名的 美國南方很多州的這一個黑白的分校 黑白的種族分校 也就是說美國傳統上 他們就是歧視黑人 所以在南方的各州 他就是黑非洲裔的小孩 那麼他就讀 專門為非洲裔的小孩 所蓋的這個學校 那麼白人就讀白人的這個學校 那這個到底有沒有違反平等 其實美國的憲法跟我們的憲法一樣 都有一條類似的 一樣就是說這個 比方說美國人民在這個不分種族 什麼什麼呢 一律平等 不分忽設一律平等 可是為什麼有這一個規定 可是為什麼美國 從他自憲200多年以來 為什麼那麼久都還是有黑白分校呢 那為什麼大家不認為說這個 這不是很明顯的違反平等嗎 就像我們的憲法說 中華民國人民不分種族 在法律上有一定平等 那為什麼可以強迫說 黑人就只能夠讀這個學校 白人就只能夠讀那個白人的學校 這個就是因為美國傳統上 他會認為說 這一個黑人 就是非洲裔的這一個黑人 他不是 因為他傳統上被認為說他是奴隸 其實是廢除奴隸之後 他們也有一套的理論來說明說 他為什麼他不是違反這一個平等的要求 那麼這個就是非常有名的 這是在郭杰志上 separate but equal 他就說雖然我把你黑白區分 可是他還是平等的 因為他就說這個 我跟你那個學校的硬體的設備也一樣 那麼軟體那個絲織等的設備也都完全一模一樣 那他說之所以會分成黑的白的把他區分 他說這個只是配合我們美國傳統的工序良俗而已 他認為說這是一個善良風俗 所以說黑人讀黑人的學校 白人讀白人的學校 這是合乎善良風俗 何況這些學校的設備完全一樣 所以他們認為說 separate but equal 可是這個就一直直到1954年 才有這個有名的這個案例 那麼大法官才把他推翻 那麼他的主要的理由就是說 這個其實separate 可是他說but not equal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最主要就是認為說 在美國之所以要黑白分校 他們其實他們傳統就是白人對黑人的歧視 所以黑人的小孩你只能夠讀那個學校 他們說這個判決說 會讓黑人小孩從小有一個那個infigure 感到他是比較烈等的一種感覺 這種烈等的感覺會妨礙到這一個黑人的這個小孩 他的那個成長 對他的身心的戒情的發展其實是不利的 為什麼說一定要分校 這真的是在美國 真的就是因為他認為你黑人比較烈等 是一個烈等的一個種族 所以最後到了1954年 透過大法官的一個解釋 才把黑白的分校認為說他違反平等 才把他扭轉過來 那麼在過去的這個大法官也曾經也有審查過說 黑白分校到底有沒有違憲 可是過去的大法官認為這個並不違憲 認為他是為了維護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 那位同樣我再跟大家舉一個1967年 這個是差不多還不到半個世紀前的事情 這個是Lavin versus Virginia 這個案子 在維吉尼亞州在過去 他們是禁止不同的種族的人結婚 那麼如果你跨種族的結婚的話是構成犯罪 所以這個Lobin這個案子就是一對這一個黑人跟白人他們結婚 那麼他們結婚了這一個結果就是Virginia就處罰他們 那麼最後他們就提起訴訟 最後一直到了1967年 那麼大官才做成這一個判決 認為這個是違憲的 可是過去爺爺曾經針對這一個也曾經有過爭議 但是過去的大法官他們認為說黑人跟白人的結婚 他也認為說這個是不自然的 他甚至有一個判決他早期就是說 這個上帝把不同的種族讓他們住在不同的哪一個州 哪一個大陸是有他的意涵 所以說你如果讓說不同的這個種族讓他們住在一起 甚至讓他們結婚他認為說這是違反上帝的意志 像這一些這一種匪夷所思的這一種說辭 這個都在美國早期的最高法院的判決都看得到 但是這一個就是要等到不同的大法官 他有比較開明的一個見解 那麼才會宣告他違憲 因為他就知道1967年其實是二次大戰結束以後 差不多二三十年後的事情 早期就是說黑白男女結婚是犯罪的 所以人類的思想的改變 這個其實都是慢慢的 其實是最近的事情 所以你要說美國真的很先進 其實從這個就可以知道說 他是直到1967年他才不處罰跨種族的婚姻 那我再舉這個去年 Oberl Gaffer vs. Hodges這個案子 美國最高法案就是這個就涉及到說 同性可不可以結婚 那麼這個案例就大法官就是說可以 他認為說同性別的這個結婚 他認為說這個是憲法所保障的 那這個就是我剛剛說的 就是現在大法官就是有四比四 然後有一位中間的他最後他投票 那麼他支持這一個同志的這一個婚姻 那麼最近去世的那個保守派的那個斯卡利亞大法官 他就是在這一個判決 那麼他就寫下一個不同意見書 那不同意見書 那麼他最主要他是一直認為說 他說大法官解釋憲法 他說必須要依照兩百多年前的自憲的先賢 他們制定這一部憲法的時候 他們的理解 他說要以兩百年前這些自憲先賢的理解來詮釋這一部憲法 然後他說這一個過去兩百多年前的這些自憲者 他們根本不知道有什麼樣同志可以結婚 當然以前大概都是異性才能夠結婚 所以他認為說就應該要依照兩百年前的這種想法 來詮釋現在的這個憲法 那麼他的這一個就被稱為叫做Originalism 叫做原意或原子 原始的原子就子意的意思 就意志的字 那這個就是他的 他認為說法學方法就是必須要這樣子 要依照傳統的這個自憲先賢 他們的理解的意志來詮釋憲法 這只是一種說法 可是實際上最主要我只能夠說 是因為他的意識形態是比較保守 可是在過去的判決就認為婚姻一定是異性的婚姻 那麼同性就不是婚姻 那這個就是會跟大法官到底他是 真的是他的意志形態會有所關係 那麼台灣我們到目前為止 你還看不到異性同性結婚到底可不可以的這種判決 那這個我們會有一週會來討論 講到平等的時候我們再來進一步來跟大家討論 這一個同志的婚姻到底有沒有違憲 或者是可能在討論課的時候 助教會跟大家做進一步的一個交換意見 那麼2005年我們還有一個大法官的四字六零三號解釋 就是按納指紋 這個也都是會跟大法官他到底他會採取一個比較保守 或者是自由派的這個看法有關 就像我問各位你們願不願意說為了維護社會治安 能夠捐出你們的十個手指頭的指紋給國家 這個指紋其實就是當時修改我們的戶籍法 那麼他覆基法是規定說要犯發身分證 你一定要先按納指紋 後來這個案子被大法官宣告違憲 因為強迫按納指紋其實就是大法官這種 就是侵害到人民的隱私權 可是當時內政部他說他做了一個民意的調查 他說全台灣的民意高達九成的民意 大家都支持按納指紋 因為認為按納指紋有利於治安的維護 所以台灣人大致上是比較希望治安好 而代價就是說我把我的指紋送給國家 台灣人的認為就是OK的 不過最後大法官是認為說這樣不可以 所以大法官最後就是硬是採取跟多數民意不一樣的一個看法 宣告他違憲 所以現在你們的要拿到身分證是不需要強迫按納指紋 那麼這個我們等一下我們以後有機會也會討論 可能因為603號解釋跟民意不一樣 如果大家要罵大法官是恐龍大法官 那這個就是一個例子 好 那麼這個 接著大法官也會對政治自由化民主化也會有所影響 那麼比方說我這是跟大家講 這個在1999年476號解釋 大法官就是審查當時人團法 我們人民團體法是規定說 凡是全國性的人民團體 它的名稱不能夠灌台灣 一定要灌中華或中華民國 這個就限制到人民的結社自由 那各位你們認為說大法官要怎麼幹 這個你如果是比較保守的大法官 他可能認為說這個是核限的 因為我們就是中華民國 我們的中華民國就是主權集於全中國大陸 邱海棠 所以你如果是一個全國性的團體 你就不能夠灌上台灣 你一定要灌中華等等的 那麼當時的人團法它的規定就是說 全國性的人民團體 什麼時候才能夠用上台灣 除非那個人民團體是研究 台灣彌猴研究會 這個時候你才能夠用台灣 這是一個很荒謬的一些要求 這個案子大法官在1999年 就勇敢的宣告說這是違憲的 它侵犯到人民的這一個結社自由 我組成一個團體 如果要用什麼樣的名字 你為什麼要管那麼多 尤其我們自同道合 我們基於什麼樣的一個信念 我們組成這個人民團體 那麼我們有自己團體的identity 所以我們要自己來決定 我們這個團體是什麼樣的名稱 這是結社自由所保障的 你沒有正當理就不能夠這樣來限制 那麼另外這個再介紹一下 這以後會再談 2008年644號解釋 這條解釋就是我剛剛跟大家說 曾經有過解釋就是 人民申請那個案子進來 到最後這種解釋 中間持續的大概將近10年 最有名就是這一號解釋 這條解釋就是說 我們人民團體法 它是規定 人民團體你不能夠主張共產主義 也不能夠主張分裂國土 所以當時這個案子是誰申請的 就是以前民進黨政府的 應該是總統府秘書長 我們台大經濟系的教授陳思夢 陳思夢他組成一個 外省人台灣獨立促進會 那麼簡稱外獨會 那麼他組成這個外獨會 可是當時的人團法就是說 你人民團體不能夠主張共產主義 不能夠主張分裂國土 那麼法律這麼規定 所以他的外獨會被認為 是主張分裂國土的一個人民團體 結果就被認為 這是一個不合法的一個團體 那麼他就分了申請解釋 這個他的申請就是進去大法官 然後到出來大概經歷8年或9年 就是因為爭議太大 就是說可能這個案子最後就是 有沒有違憲呢 就是我剛剛所說的 9票對6票或8票對7票 那麼要一直等到2008年 最後才獲得一個三文之後多數 最後大法官宣告 這個規定是違憲的 大法官是認為說 我這個人民團體 我要主張共產主義 主張什麼互內國土 這個也是人民的一個自由 這是一個政治性的一個自由 言論自由 劫色自由 這個我們都會跟大家 會再進一步來介紹 所以我剛剛現在舉的這些例子 都是跟大家說明就是說 大法官他的價值觀 到底是自由或保守 這個的確都會影響到他的最後的一個結論 但是我再強調一下 大法官並不是 我只能夠說意識形態會有點影響 但不代表說所有的解釋就是純粹是意識形態的問題 他一定有一個法律的一個解釋的方法 那麼這個其實就是我們這個整個學期 要透過每一個個別的案例來跟大家介紹 好 那麼這次第一 首先就是跟大家做了一些orientation 我們現在開始正式進入我們這個學習的第一次算是政課 言論自由 那這個就是看 各位可以看我們的課程大綱 課程大綱 當然我們第一堂課就是要談言論自由裡面的 毀謗性的這個言論 那我們預計言論自由會討論兩次到三次 言論自由是一個在憲法所保障的 所有基本權力裡面的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基本權 言論自由的保障就是 可以來看這個國家是不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 那麼我們在1987年解言以前 我們幾乎沒有什麼言論自由 我覺得我們過去的言論自由大概那個程度 跟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什麼兩樣 沒有比人家進步很多 但是總之我覺得我們大家都是應該要慶幸 我們真的現在是一個 相當自由民主開放的一個進步的一個國家 那麼言論自由涉及了很多 有很多這一個值得談的 因為那個言論的 我們每天講的都是言論 那我們剛剛已經提到 這一個所有的人民的自由基本上都不是絕對的 他可能為了保護另外第三人的他的利益 有可能是為了維護公共利益而不得不限制言論自由 可是那個限制如果要核限的話 必須是在必要的範圍 所以我們在討論限制言論自由的法律到底有沒有違憲 我現在再回覆剛剛所講的都是在討論到底有沒有核無必要的範圍 那麼對於言論自由的限制 我們會區分國家到底是基於什麼樣的一個理由來限制言論自由 我們就區分有各種不同類型的言論來討論 就比方說我們今天要談人的誹謗性的言論 就是我們的刑法為了保障一般人 每個人都一樣有名譽權 所以當我們說憲法保障我們有言論自由 那你的言論可不可以包括說我就可以公然地罵人 那這個或者是傳佈一些足以毀損他人名譽的一些事情 讓他整個的這個就是名譽就毀損 這個大概就是有一些言論是屬於名譽的謀殺 那這個時候我只能夠講言論自由是憲法所保障 名譽權也是憲法所保障 所以在這裡法律也要保障名譽也要保障言論自由 所以在這裡就必須要做一個權衡 那我們的刑法就是有規定侮辱罪 誹謗罪 它就是為了保護名譽而限制言論自由 可是它的限制不能夠超越必要的限度 那到底有沒有超越必要限度 這個就是大法官他要來審查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講的誹謗性言論 就是要來討論這一個 然後我們還會有陸續的幾種不同的言論 就比方說還會有 就比方說 色情言論 色情言論也是言論自由 可是色情言論可能國家他基於各種不同的思考 他也會來限制這個色情的言論 那麼有沒有超越必要的範圍 這個也就是大法官要來審查 我們刑法也有一條是規定 他說這一個環世上部 這一個妨礙風化 妨礙風化的這一個圖書 這些出版 那麼這些也是構成犯罪 那到底什麼樣的情形 會構成這一個妨礙風化 那麼這一類的爭議 也就是我們會跟他介紹 就是涉及到那個色情言論 那麼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這個言論還會 有些涉及到廣告性的言論 那廣告如果不時誇大 那這個也有可能我們的法律也可以限制 可是這個限制有沒有逾越必要的限度 這個也都是大法官要審查 那麼另外我們還有政治性的言論 仇恨性的言論 仇恨性的言論 其實是指的就是說 如果人民你只是因為對方 只是基於他的出生的種族 那麼你就對他發出這種歧視性的 或仇恨性的言論 那這個我們管或不管 那這個都是相當有爭議 那麼一般的政治性言論也是一樣 就是說到底你人民 雖然我們是一個自由民主開放的國家 可是各位我們想想看 如果有一個人他疾呼說 我主張共產主義 我歡迎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來統治台灣 這個其實有人這麼講 然後就是說他奉這個北京政權為他的效忠的對象 其實就是過去也曾經發生一個范南欽的事件 有一個中華民國的外交部的官員 他就是匿名寫文章 那麼都是在支持這個北京的政權 然後他要求北京他應該要收服台灣 然後這個統一台灣之後應該要專政台灣人50年 這種台灣人都是奴現等等之類 那像這些的言論就是政治性的言論 那麼這個到底可不可以 那這種政治性的言論還包括各位你們如果去101大樓前面 你們還可以看到愛國同信會 他還是一樣就是他會舉的一個旗子 他不僅是舉中華民國的旗子 他會舉五星旗在那裡搖旗 吶喊 然後有法輪功的人或者是等等等 他就在那裡冷嘲或甚至動手 動手絕對是不可以的 這個政府絕對是可以取締 萬一他不是動手他只是在那裡搖旗 吶喊 說這個我支持 各位先生看如果有人真的是在街上在搖了五星旗 這也是一個言論 一個政治性的言論 那麼這個到底可以或不可以 所以這個言論自由可以討論的那個類型範圍 其實非常的多 所以我們會花了這個大概是兩週到三週來討論這個言論自由 那麼今天就先談誹謗性的這個言論 這個誹謗性的言論就如同我剛剛說的 它涉及兩個基本權的衝突 一個就是言論自由 一個是名譽 不過在進入跟大家介紹我們有兩個大法官的解釋 一個是509跟656號解釋以前 我來跟大家做一些背景的 對這個言論自由跟民意權的關係 我來跟大家做一個背景的一個介紹 跟比較法的討論有關 在台灣是如果你侵犯到他們的名譽 會構成侮辱或者是誹謗呢 那這個是犯罪的 我們的刑法309條是規定公然侮辱罪 那麼310條有規定這一個誹謗罪 那麼除了會構成犯罪以外呢 在民法的規定呢 你還要負損害賠償的責任 就是被罵的人他可能會認為說 我被你罵的精神浩弱 所以就是會要求精神的損害賠償 大部分的歐洲國家都是跟我們的法制呢 類似都有這種規定 可是有一個獨讀的一個很有趣的一個現象 在美國 美國的憲法是非常非常重視言論自由 那麼他對名譽的保護呢 就可以說非常的欠缺 要就是說在美國沒有侮辱罪 也沒有誹謗罪 在美國呢你如果要怎麼去罵人 那麼怎麼樣傳佈一些不實的這些言論 傷害到他們的名譽呢 那麼其實在美國這基本上呢 都不會構成犯罪 特別是侮辱 就罵別人罵到非常難聽等等之類的 罵到別人的祖宗巴黛等等 那麼在美國不僅不構成犯罪 連那個侵權行為 就是說民事的損害賠償 也沒有這種規定 也不需要去賠 在美國只有在誹謗的言論 也就是說你傳佈一個不實的一些訊息 說別人曾經怎麼樣 實際上並沒有 那像這一個這種言論呢 在美國它是頂多就是 顧民事的損害非常責任 所以這個美國被認為 真是一個言論自由 是一個非常保障非常周圓的一個國家 那麼之所以會這樣子 跟台灣不一樣 我想要跟大家說明一下呢 有它的一些歷史背景 我們之所以會特別重視名譽 其實這個法律制度是受到歐陸法制的影響 那可能各位你們其實不是讀法律呢 你們有沒有聽過說人家都是說 說我國的法律的制度我們是大陸法系 然後另外一種叫做英美法系 那我們所講的這個大陸法系指的就是 這個大陸不是那個對岸的那個中國大陸 這大陸指的是歐洲大陸 我們就講的那個歐陸法系 那我們在歐陸法系的影響之下 才會特別的重視這一個名譽 而為什麼歐陸會非常重視名譽呢 也就是有它的歷史的一個傳統 因為歐陸就是 它的傳統就是說 各個封建君主的國家 歐陸各國是現在的前身大概都是 在歷史上都是封建國家 有國王 有貴族等等 所以他們一開始的名譽權的保護 其實最主要就是為了保護這些貴族 因此貴族跟平民不一樣 所以他們認為說平民基本上是沒有名譽的 可是貴族就有它的那個尊嚴 所以有它的那個名譽要保護 所以各位你們如果你們看過去的 西洋的小說或是看電影 你們會看到早期如果說在歐洲 如果有人你如果侮辱到一個貴族 那個被侮辱的貴族 他就好像就是切換到他的生命一樣 這個時候他就會丟手套在你的前面 意思就是說我要跟你決鬥 透過那個決鬥來維護他的名譽 同樣你們也可以看到在歐洲 如果是涉及到名譽的話 那麼會兩個人一樣結鬥 就是兩個人背對背各拿一把槍 然後互相就走十步 然後最後再回過頭來互相涉及 那麼這個是由上帝來決定 這個到底誰對誰錯 像這個都是為了維護名譽 然後就是有這種決鬥的這個制度 這個就是我在強調就是因為歐洲 傳統的歷史就是有這種封建的階級 那麼有貴族他的名譽 需要保護的這個傳統 所以歐洲在過去就歷史上 他們就產生這種為了維護名譽 而限制言論自由的這個刑法的規定 所以就是有侮辱罪有誹謗罪 可是這些罪他本來保護的就只有保護貴族 他不保護平民 只是說這種規定一直等到一次大戰 二次大戰之後 那麼歐洲各國都陸陸續去廢除了封建 貴族的這個傳統之後 那這個時候他就把每一個人都跟過去的貴族一樣 那每個人都享有名譽 所以說他們就保留這一種 侮辱罪 誹謗罪 那麼他這種罪就是為了保護任何人的名譽 那麼台灣我們的法律制度之所以會學歐洲 最主要也就是因為以目前我們這個刑法 是中華民國的刑法點 那麼就是在過去在中國大陸的時候 是從滿清末年那時候 那麼中國要西化 那麼西化是什麼 他並不是直接到歐洲去學 我們是先學日本 而日本的法律制度是學歐洲 所以我們的法律的西化就是歐洲 日本 然後再傳到這一個過去的 這一個國民政務時代的這一個中華民國 所以就是之所以我們稱我們的制度 是一個歐陸法系就是這樣來的 那麼日本會傳習這個歐陸的制度 有它的一樣就是因為歷史背景是類似的 因為日本它也是一個封建階級的一個國家 所以他們也有那個過去也有貴族 那武士的階級非常重視名譽 所以各位你們會發現說 你們也是看小說 看電影 這個你如果 侮辱到這一個武士它的名譽 那這個時候那武士也要跟你結鬥 甚至在深門情形的這個他要靠那個切戶 要靠這個切戶來維護它的名譽 所以日本的這一個封建歷史的傳統 跟歐洲可以說非常接近 所以他們就學了這種歐陸的制度 所以日本就學了這種 那種侮辱罪 誹謗罪 那麼中國其實很早就已經沒有那種封建 那種貴族階級的這一種 公猴博子男的這種傳統 很早就沒有了 可是當時中華民國的初年 卻不顧那一個歷史 那個文化是不是跟歐陸 是不是跟那個日本一樣 總之我們那樣的西化就是學日本 那就是就學過來 所以就有這一個 為了維護名譽 那麼就是有這一個 侮辱罪跟這一個誹謗罪 這樣也不是不好 這個雖然我們沒有那個 封建貴族的這種傳統 可是為了為了每一個人都有他的名譽 所以就設置了這種侮辱罪 誹謗罪 那麼反過頭來 我們再看美國 那為什麼美國他沒有侮辱罪 誹謗罪 那麼當時的學者的一個分析 就是因為美國他是一個移民的國家 所以他當時他就是說 他們的祖先們就是離開歐洲 那些移民在歐洲 不管他們過去在歐洲是平民 或者是他是貴族 結果他們大家都到了新大陸 大家都是從零開始 在新大陸每一個人都一樣 每個人不會把說我在過去 我是在歐洲大陸的時候我是貴族 我是平民的就會不一樣 大家都是去肯方從頭開始 所以美國人就是說沒有那種封建的這種貴族 這種制度的一個疏忽 所以他們就每一個人都很平等 每一個人都很平等的話 他們就不會受到那個歐陸的傳統的影響 就是為了維護貴族的名譽 而會產生這一個什麼侮辱罪 誹謗罪 這個學者他用一句英文的話 就是講就是說在歐洲 不管你是貴族或平民 你每個人到了新大陸以後 每個人都跟平民一樣 那麼他稱為說Label Down 每個人都Label就當到跟一般平民一樣 所以就沒有那種為了維護他的名譽 而需要一個刑法來保護的這種制度 可是在歐洲我剛剛說過 傳統上每個人都 傳統只有貴族有名譽 平民沒有 可是等到了廢除了封建制度之後 他們算是Label Up 每個人都跟貴族一樣 每個人都擁有名譽權 所以他們就有這種侮辱罪跟這一個毀謊罪 那麼美國就沒有 那麼各位你們認為台灣 我們的這一個 也是我們的歷史文化 比較接近歐洲還是接近美國 我們也是一個移民社會 所以這真的是移民跟非移民社會真的很不一樣 你們如果有機會 你們到美國如果搭計程車 大概很多人就是大概 或是美國人裡面看電影 這個常常美國人就講話比較粗俗 常常講話中要帶一句F開頭的那個話 計程車四季有時候會這樣子 那麼台灣人也是一樣 台灣人有時候會有國罵 那就是歌開頭的那個字等等 那麼很多人說 這個是不是跟我們的這個 移民的這個傳統是不是相關 不過在這裡就是說 從這裡我們就是可以讓我們來思考一下 到底台灣我們要不要維持這個 侮辱罪 跟誹謗罪 的確現在就很多人都在討論 我覺得這個可以從這些 歷史文化背景的不一樣 可以讓我們來進一步思考說 要不要除罪化 我們就稱為叫做 侮辱言論的除罪化 或者是誹謗言論的除罪化 除罪就是說 不要再用刑法來處罰了 那頂多為了保護名譽的話 我們就讓那個受害人 告到法院去 就是用那個金錢的損害賠償 去告就可以了 不需要用刑法的制裁 那麼這些可以說是 目前在法律界 其實還有包括說現在在立法院 那麼就有很多人都要修法 那麼準備要修的刑法 把那個侮辱跟這個誹謗罪 把它這一個 拿掉的這一個 有這種努力 只是到目前為止還是一樣 爭議還是滿大的 所以還在這一個拉鋸當中 那麼在進一步討論以前 我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妨礙名譽的言論會分成兩種 一種就是說 對方做一個抽象的一個辱罵 就是講得非常難聽的這一個 但是不涉及事實 而是涉及一個主觀的一個評價 比如說罵人家笨蛋 或是讓人家什麼不要臉 等等等之類的 這個其實有時候小朋友互相之間 都這樣罵來罵去 那這一個 可是在台灣都是大家要知道說 這個如果被罵的人 他如果care的話他會告 那你就真的是就夠了犯罪 所以同學們 互相之間 你們雖然是已經大人了 18歲了 或20歲以上了 互相之間 你們如果是同學交惡 互相就是罵 罵對方說是婊子 不要臉 或是等等之類的 這個很多案例 這個都是構成犯罪 所以就是要小心 我只是覺得 這種事情真的需要用刑罰 像美國就是因為他們除罪化了 所以美國是認為 罵人的話 雖然不應該罵人 可是他們認為說 這個應該是屬於文明教化的問題 透過教育 透過教育 而不是透過刑法的制裁 那麼在台灣 我們基本上 我們還是希望說透過刑法的制裁 可是這樣的話 結果就是真的 讓這種很小的案件 都告到法案去 讓我們的法官 其實是覺得 這個案件非常多 而都是在管這些 這些小事情 甚至這種問題 我們知道法官 其實他的案件已經很多 人還要再分很多精神去 去處理這一些 到底罵人家 王八蛋 罵人家等等等之類的話 這種案件真的是 增加法官不必要的負擔 那麼甚至 每一個法官 他的看法又不一樣 有的法官說 你罵這一個 無法 所以這個無罪 可是另外一個法官說 這個是很嚴重 有罪 所以可能就是說 你罵一個人 怎麼罵人家 是什麼樣 怎麼樣 那這一個 就像過去曾經發生過 罵人家不要臉 假法官說無罪 他認為說這個是OK的 可是以法官說有罪 所以在罵人的話 這個到底可以或不可以 真的是很難判斷 甚至過去有一個案子 在南投 有一個同學他常常遲到 那麼常常遲到 那麼那個老師在課堂上 就是對這個遲到進來的同學說 說你是遲到大王 那個同學他的爸爸剛好是法院的書記官 也是讀法律的 然後他回去就跟他爸爸哭訴說 老師公然罵我遲到大王 那爸爸就覺得怎麼可以 這侮辱到我的小孩 然後就告到那個法院去 結果法院判決有罪 那個老師就被判了有罪 像這個我都覺得這個侮辱罪 在這裡已經是走果入魔 這個連這樣也都算是有罪 那真的是動不動大概就是很容易入罪 這是真的是很可怕的 所以我都認為說 侮辱都應該要出罪 這個在一兩年前也曾經在成大發生一個案例 你們還記得那個黃春明他到成大去演講 那剛剛成大台文所有一個蔣信的教授 他就批評那個黃春明 那黃春明他一怒之下 就是脫口而出他就罵了三字經 那一位蔣信教授就告那個黃春明說 這個是你怎麼工人罵我三字經 然後就說你不應該 你可以罵我不應該罵我媽媽 他就這麼說 結果這個案子就是黃春明就變成是有罪 那這個後來好像有那個側毀他的那個告訴 等等之類的 總之這個是這些例子讓我覺得就是說 侮辱罪其實是應該要除罪化 那我們今天談的就是誹謗 誹謗就是在傳播一件事情 而這個事情其實是不實的 而有可能毀損到他人的名義的話 就比方說 傳播說某某人說他貪污 或某某人他在外面 這一個跟第三人有遊展 說有外遇 或者說某某人他曾經 比如說他曾經這個考試作弊 或者某某人他過去曾經偷東西等等的 像這一類的 你如果傳播這一個 涉及到某某人有什麼樣的一個經歷 有什麼樣的一個作為 而如果這件事情會毀損到 那一個對方的名譽的話 那麼這一種言論就是誹謗性的言論 那麼這種誹謗言論跟侮辱的言論 我剛才講過只是一個抽象的評價他人 一個很不好的評價 那個我問各位 你們認為誹謗性的言論跟侮辱性的言論 那個被誹謗被罵的人 哪一個人他的名譽會受損比較嚴重呢 被罵的人還是被傳播那個不實的事實的情形 應該是傳播不實的事情 這個對他的名譽影響比較嚴重 為什麼呢 因為你罵一個人即使你罵得再怎麼難聽 可是其他人聽了之後他可能會知道 這只是罵是他對他的評價不好 而這個可能是他們兩個人 彼此之間有什麼樣的過節 甚至可能你罵得越難聽 反而是罵別人的人你自己 你反而是自己是被人家瞧不起 所以那個侮辱的言論 對於被侮辱的人 恐怕對他的言論的傷害不是那麼 對名譽的傷害不是那麼大 可是指責他人有做某件事情的這種言論 第三人聽到了他根本不知道真是假 所以他可能第三人他可能會誤以為是真 這個時候對於那個被毀損名譽的那個人 他可能對他名譽傷害比較大 這個也就是為什麼說在美國 誹謗性的言論 有一個鬼 Ohio的 這是製造的 制製造的 中國人的當然就是 你選擇的 部罪看自己んだ 你選擇拼的 Documento 你選擇下了 來紅 一些選舉法 這就是犯法的規定 這個決意 不容易 誰能成為 善不於眾而指責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的事 那麼這個是誹謗罪 處一年以下有些圖形距離五百年以下的華金 那麼第二項就是說誹謗他人 如果是以善不文字圖畫的方式 那麼指責或傳述足以毀損他名譽的事 那麼這個是華比較重 兩年以下 那這個基本上在一般的坊間 都把這個第二項把它稱為加重誹謗罪 所以加重跟不加重頂多只有一個就是說 一般的誹謗只是說用講話口頭的言論 去指責或傳述足以毀損他名譽的事 那你如果是用文字圖畫的話 那就發得重一點被稱為加重誹謗 那麼我們法律的規定 對於所誹謗之事 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乏 所以你如果誹謗他人 說他能做了某一件事情 那這個時候被誹謗的人他就會去告 那這個時候通常這一個傳述這個事實的這些人 他要怎麼樣才能夠說我 我不構成犯罪呢 我們過去根據法律的規定 就是必須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才不乏 所以就必須你要去證明說我講的話是真的 你如果沒有辦法在法庭去證明說我講的是真的話 那麼你就構成誹謗罪了 那麼這種情形是對誰最不利呢 最不利的就是記者 記者他通常就是會去調查 可是記者他畢竟他不是他沒有擁有公權力 公權力你可以甚至這個我們的公權力 都還可以去竊聽他們的講話 然後還可以用那個強制力去要求對方 你應該要提出什麼樣的一些證據來 所以記者他沒有武力沒有強制力 他只能夠靠去調查 所以通常記者所說 比方說記者他說某某人貪污 某某官員貪污 他可能有一些根據 可是這根據不一定是百日百的根據 所以如果被控訴有貪污的這個官員 他通常都會去告告這個記者 說你觸犯了刑法310條的誹謗罪 那如果這種情形之下到了法院 必須這個記者他必須要證明說 你確實有貪污 那你記者真的有那個能力 去真的掌握到那個百分之百那個 說他有貪污那個證據嗎 所以這個時候這個就是一個兩難 一方面法律要保護這個對方的名譽 可是在一個民主社會官員 他必須要被用放大鏡來檢視 那記者你如果一定要要求記者 你必須要調查的百分之百 那個證據非常明確 從你才能夠去報導 那這個有時候又是強人所難 所以很多國家都以這種誹謗罪 到底那個什麼時候構成誹謗 那個拿捏該怎麼樣 那這個就是涉及 這就是大法官要來詮釋的問題 我們現在來看這個商周這個案例 這個商周被告的 除了商周的老闆的那個老闆以外 最主要就是商周的記者林盈秋 那麼他當時就是報導前 那時候是李登輝時代的 國民黨政府的交通部長 蔡趙陽沒有這一個 對他就是 這次商周記者 他採訪這個一個新黨的助理 新黨立法委員的助理 那麼最後他有經過查證 說這個消息出自信利大樓的住戶 信利大樓就是在大安生理公園信利路對面 那裡有一棟大樓是行政院的 那麼給這些部長們住的宿舍 那麼這個就是林盈秋記者 他聽到新黨的立委質詢人事行政局說 有一個新任的首長 花了278萬裝潢那個住宅 那麼他有去問信利大樓的住戶 有去求證 那麼最後他的報導 這個就是這一篇報導 就是信利大樓內大官們的房市揭秘 那他就報道就是說 根據信利大樓住戶表示 這個花了那麼多錢 278萬裝潢的是交通部長蔡兆揚 那麼這件事情就是會影響到這個蔡部長 他的那個他認為說他的名譽 他認為說我沒有那麼浪費公帑 那他認為說這個是不實的謠言 他認為我並沒有花那麼多公帑去裝修 你卻說我有 他認為是防一道名譽 因為一般人會認為說你怎麼 這個一個交通部長怎麼那麼浪費 所以他就告這個林寅邱誹謗 那麼這個接著就是他們之間的 這一個官司的這一個過程 那麼最主要我要跟大家說明一下 就是說最後地方法院判成立誹謗罪 那最後告到高院 最高的高院最後還是判決有罪確定 那麼這種誹謗罪都是到了高院就確定 不能夠上訴到最高法院 這種妨礙名譽的案件被認為是小案 小案就不會去浪費司法資源到最高法院 這照高院就確定了 那麼這個就是在訴訟的過程 那個林寅記者林寅邱他都認為他有去查證 他有向黃毅文查證等等等等 只是說查證的時候他去問 問說那到底是誰那個被查證的人說他就不講名字 然後他就說好吧 那我就把新任隔離名單 逐一詢問 然後一個一個問 然後那個被問的人他就不答 問到蔡兆揚的時候他就哈哈大笑 然後他就這樣說這個就是一個證據 可是法院去調黃毅文來 黃毅文說我沒有跟他說是蔡兆揚 他說只是他講了很多名詞 我一時應付他我大笑 當好那時候停在蔡庫政的名詞 所以他才誤解 那你法官你怎麼來判 那這個就是他們之間 那這個林寅說他有親和告知他說 這個人就是蔡兆揚等等的 最後他申請坦驗蔡兆揚的住宅 到底有沒有花那麼多錢 可是我們高院說 我們高院的法官說 你們怎麼這樣寫人家 有損人家的官運 所以認為說沒有必要去勘驗 所以最後就是駁回林寅邱的上訴 最後就是高院就判決他這一個有罪 就是構成刑法310條 這個就是第二項所謂加重誹謗 那麼最後林寅邱就是認為 他說這個是侵害到言論自由 他說我當一個記者 我已經進到我的查證的義務了 那你如果認為我這樣有罪的話 他認為這個刑法的規定是 牽得到言論自由 那這個就是大法官他要來審查 到底刑法310條的規定 有沒有侵犯言論自由 那這個各位就要先想看 這回到我們一開始跟他講的 憲法的規定就是說 為了這個就是說 為了維護他人的名譽 我們的國會可以在必要的範圍內 限制人民的言論自由 所以他就定了這一個誹謗罪 那麼大法官要來審查 這個誹謗罪有沒有違憲 那麼他就必須要審查 那到底這種妨害名譽罪的規定 有沒有超過必要的範圍 那我們的刑法是規定說 那個行為人 也就是那個發表言論的人 他什麼時候才不會構成犯罪呢 他必須要能夠證明 我所說的是屬實 這個時候他才不構成犯罪 那到底要怎麼樣能夠證明說 他所說的是屬實 要證明到什麼樣的地步呢 各位你們認為林寧秋他已經查證到 你們認為這樣夠嗎 他說他已經去問那個國會議員的助理 然後也去問那個大廈裡面的那些住戶 那當然他會問那個蔡兆良 他這個都拒絕 所以這個時候到底有沒有構成 這個刑法的規定 這到底有沒有問題 那這個案子另外還有一個申請 就是法官陳志祥 因為這個案子剛好就是說 民間的施改會他們在做問卷 說請大家來評鑑這個法官 那他們民間施改會就評鑑的結果 就是說有楊貴智等六名法官他們不及格 那麼被民間施改會評鑑不及格的法官 他認為說我是兢兢業業的好法官 你怎麼能夠民間施改會你們 就這樣把法官拿來評鑑 能夠說我不及格放在名譽 所以這個也是告 那這一個最後這一個 這個案子是法官審的這個案件的時候 然後法官他自己就暫停訴訟 然後請大法官來檢視 這個到底誹謗罪 有沒有親吻到有沒有自由 那麼各位你們認為 我們的刑法是規定說 你行為人必須要能夠證明 你所說的是屬實 必須要能夠證明 你才能夠免除刑法的制裁 你們認為這樣 有沒有過度的清換到言論自由呢 這個就是有沒有必要 有沒有超越必要的一個限度 這個就是我相信如果是一個比較主張要保護名譽人 名譽權的人他可能會認為這是OK的 可是如果主張要保護多一點言論自由的人 他可能會傾向於說這個應該是會違憲的 所以從這裡就可以知道說到底什麼是必要 在這裡就是大法官他的解釋就非常非常的關鍵 那麼在這裡當時的林寅秋 他是委託律師去申請大法官的解釋 那麼他主張他違憲呢 有幾個理由 他其中有一個理由他認為 為了維護名譽呢 他認為說不需要動用到刑法的制裁 那麼他認為說用民事的損害賠償就夠了 所以就這個觀點他認為用刑法制裁本身 就已經超出必要的限度 他認為說用民法的損害賠償就夠了 這是他的其中的一個理由 那麼第二個理由他是認為 就是刑法規定 必須行為人他能夠證明他所說屬實這一點 他認為說這一個要求太過分了 因為一般的記者既沒有調查權 他也不能夠有什麼強制處分權 你卻要求他要像那個檢察官一樣 要能夠有那麼多的那個強制的能力 才能夠去證明 他認為說不能夠對那個記者 有那麼多的一個要求 所以也是超出必要的限度 那麼我就先跟他講最後大法官的看法 大法官認為用刑法制裁 他認為並沒有超越必要的限度 因為他認為說國人的這一個 對於那個名譽的尊重還大致上是這樣子 還有待培養 所以這一個現在用刑法來制裁 來保護民意他認為現在還算是OK的 這個看他怎麼講 這裡就是這裡講 至於限制的手段 應採民事賠償或兼採刑事處罰 應就國民的守法精神 對他人全力尊重的態度 還有民事賠償制度的功能 還有媒體工作者對本身職業規範應遵守的程度 還有違背時所受同業機率制裁等等 綜合考量 他認為綜合考量結果認為 尚不能認為不實施誹謗除罪話 極屬違憲 所以大致上大法官是認為 我們大法官意思就是說 他還不大信賴媒體工作者他的媒體自律 也大概是認為說很多媒體工作者 大概都很像文化流氓一樣 所以認為說台灣還沒有到達那個程度就是說 不用刑法制裁 認為說還是有必要 那麼另外一方面 對於到底你要求那個行為人他必須要自己去證明 他所講的話屬實才能夠免領刑法的制裁 最後大法官他做了一個折衷 那這個折衷其實在學界是受到支持 受了讚揚的 那折衷就是在這裡 他是說法律順規定以行為人 其他必須要證明他的言論內容 與事實相符者才不處罰 他說這個不表示說行為人 你必須要自行證明他的言論內容確屬真實才不罰 他是說這大法官的詮釋 雖不能夠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 但只要依其所提的證據資料 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 就不能夠以誹謗罪的行者相捨 所以這種詮釋就已經把行為規定的嚴苛的程度 把它大幅度的把它降低了 意思就是說你那個記者你不需要去證明說我講的是真的 你只要能夠證明說我目前擁有多少證據的資料 而只要根據這些證據資料 我有相當理由我可以確信我所講的是真實的 即使最後證明我所講的是假的 可是只要我已經有進到我的查證的義務 根據我目前手頭獲得的資料 就是我所講的證據資料 就是我的善意 我可以有相當的理由確信說 我說講的應該是真的 那這樣的話就不構成犯罪了 所以目前很多記者為了509號這個解釋 其實他就獲得更大的言論自由的空間 那麼他就不會構成誹謗 所以重點就是變成最後就是說 你所到底一個記者 你算不足以匪損他的名譽的一個事情 那麼到底會不會構成犯罪呢 最主要就是要看 你有沒有那個進到那個查證的義務 有沒有善盡那個查證的義務 那個查證的義務有沒有善盡呢 其實就對記者而言 那他可能有很多因素 他都會做一些綜合的一個考量 就比方說你必須要去問 問這些 即使當事人本身你即使問不到 你也可能要問到他的左右 什麼樣的人等等 那這些都是目前的一個重點 那這個對這個言論自由的保障 其實是相當有利的 那麼如果是照這個標準來看 那個林英秋的案子 商周這個案子 那麼這個林英秋記者 他之所以會做這個調查 是因為新黨的立法委員朱惠良 他質詢他提到說 有某某某新科的部長 他花了278萬拯救官司 太浪費工黨 然後這一個立法委員是他的記者 他的助理 他的助理這個去提供資料 所以這個記者他就去詢問 這個朱惠良立委的助理 那麼那個助理他就跟他說 他是有去查 這個就是去根據那個 大廈的住戶的反應 所以那個記者又去問 那個大廈的那個住戶 然後就是在那裡就是會 當時就是說 那到底是不是他呢 他不好意思明講 然後他就是說 好吧你的名字你就一一去念 念到剛好蔡兆陽 他就哈哈大笑 就證明是他 然後又去問那個住戶 然後住戶他也跟你說 就是那個幾號幾樓 他就是說有這一個情形 那最後就這樣 他就把他報道出來 那麼各位你們認為說 他是已經善盡了查證的義務 那這個其實是涉及到個案 個案的判斷 那我個人認為說 如果依照刑法310條 原來的法律的規定 你必須行為人 要能夠證明我所講的是屬實 如果真的是要達到那地步的話 那這個林英秋真的是有罪 可是這樣的話會親愛到言論自由 所以這個509號解釋的詮釋 這個是有利於言論自由 所以說你只要善盡查證的義務 讓你根據所你的獲得的證據 你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的就可以了 那麼林英秋他是認為是 我有已經去調查 我也繼續問了立委的助理 去問了那個信義大廈的這些住戶 那麼大家都認為說 這個就是那個蔡兆揚 那麼像這一些 你們認為說這個已經善盡查證的義務嗎 根據他所調查結果已經能夠確信他所講的為真 那我個人是認為如果我是法官 我會根據509號解釋的判準 我會認為這個是無罪的 我認為他是無罪的 那麼所以我們跟大家介紹這個案例 最主要就是各位你們要 這個也對你們的以後同學互相之間 就是說除了有時候會罵來罵去 有時候大家也是有時候是會毒蛇 因為毒蛇你們要知道說 有時候同學之間有人如果被傳播的話 人家要告的話 那麼雖然你們不是記者也有可能會被告 所以你們一定要這一段話記起來 你如果要傳播說別人有做什麼樣子 如果要傳播說別人有做什麼事情的話 你必須要去查證 然後看看你查證獲得的資料 你是不是可以真的讓大家認為說 你有相當的理由 確信我所講的是會真 不只能的話你就不要隨便去傳播說 某某人他考試作弊 某某人他怎麼樣 像這一些涉及到一件事情 而可能會影響到他的名譽 那這個也是要謹慎 這是要謹慎的 只是說很可惜的 目前大法官還沒有機會 針對那個侮辱罪 到底有沒有違憲 還沒有機會去做解釋 如果我是大法官的話 如果我來審查侮辱罪 我會認為侮辱罪是違憲的 那麼這個誹謗罪 現在就是大法官做成509 這個我要跟大家講 509要做成的時候 那個是比較早的 這應該是 幫我猜一下這個 509是幾年 這個不是我做成的 我個人擔任大法官是在2003年到2011年 那麼這過去大法官做成這個509要做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 我個人認為是值得肯定的一個解釋 民國89年 民國89年 OK 2000年 好吧 那這個是誹謗的言論 我們接著 可能今天沒有辦法完全的這個討論完了 那我先預告一下 這個656的解釋就是一樣就是 延續了剛剛那一個誹謗罪 就假設呢 如果你誹謗了他人 而最後被法院判決你是有罪 那麼這個時候那個被誹謗的人 他可不可以透過法院 由法院做成判決 要求那個誹謗他的名譽的那個行為人 要登報公開道歉 就是說那個我回准了他的名譽的 最後法院判決我是有罪 那我可不可以再extra要求 法院可不可以要求說 你應該要登報道歉 那這個登報道歉 各位你們常常會看到報紙 有時候在第一版 說我做錯了什麼樣事情 陳某某人的原諒 不予追究或等等之類的 那像這個你們認為說這樣 可以或不可以 那麼這個就是有名的新新聞案 那麼這個新新聞案呢就是 就是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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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